那么这个欲速不达 就说的是一个道理 这个道理呢 有一个故事啊 把这个道理非常形象的 给它展现了 这个故事呢 是韩非子里面的 韩非子里面说到了 齐景公一次欲速不达的 一次笑话 那么齐景公呢 他有一次 张罗在外面巡游 游到正起信的时候呢 宫中来报 说不好了 燕子得了重病 已经快要死了 您是不是要起驾回宫啊 这个时候听到这样一个消息 齐景公呢 马上就觉得 好像是浇了一盆冰水 身上马上就是凉凉的 反应非常的大 因为燕子 就是燕阴 这个人呢 很不一般 他在齐国辅政 已经有五十多年 而且燕子呢 不但是主内政有一套 他在外交上面也有一套 所以是内政外交 都是佼佼者 可以说齐国的强大昌盛 就是跟燕子是密不可分的 所以对于这样一个人 是国家的顶梁柱 那么齐景公一听到有事了 确实就是五雷轰顶的效果 所以他连忙选了跑得最快的马 下令下去 要把最快的马备好 然后要驾车最好的那个能手 这个能手叫韩叔 韩叔你选了这个好马 赶快驾车 我们起驾 回宫 那么韩叔呢 赶快驾了快马 让这个马车狂崩起来 在奔跑的路上呢 齐景公一直心心念念 只想早点回去 他的心已经早就到了燕子的身边了 可是人呢还在这里 所以他一直觉得 这个车马驾得不够快 他一再地催促韩叔 他说快点快点再快一点 那韩叔呢 已经是以最大的能力在驾车了 不满意怎么办 齐景公呢自己来驾 他自己驾的马车呢 他心里面还觉得 哎不行 这个速度还是不行 于是他从马车跳下来 他狂奔而去 可是个人的狂奔 哪能够比得上快马 带着马车的奔跑呢 不言而喻 他就落后了 所以这个故事呢 说欲速不达 我们有的时候呢 心急想要达成一个目标 这个目标呢 如果你没有一个规律 你如果不按规律去办事 就可能像齐景公这样的 最后形成欲速不达的一个不好的结果 那我记得了 我记得了